Hello 大家好 平时很多老铁问这样一个问题 在一个电路板上面 如何去界定元器件的准确的位置 搞清楚这个问题 对我们维修这个电路板是相当有帮助的 下面我们就以一个电路为案例 来详细的阐述一下这方面的知识要点 在我们的教材89页有这样一个电路图 我们看这就是一个整流滤波电路 在这个整流滤波电路当中 这四个二级管我们知道 它是构成一个桥色整流队 也就是桥色整流电路 那么这个元器件的作用就是把这个220伏 变压成的低压这个交流电 转换成迈动的直流电 那么这个迈动的直流电还必须要由一个元器件去进行滤除杂波 那么这个元件我们就叫做平滑电容器 电容器电容器在这里的结构 我们看上正下负 它的正极是接到这个位置 负极就是节地端 搞清楚了这个问题 我们在电路板上我们就像能力看出来了 这就是平滑电容器 那么平滑电容器的正极 我们看实际上就是印刷电路板背面的这一个焊盘 这个焊盘连同一个铜皮就到两个焊点 这两个焊点就是整流奥机管的输出正极位置 所以这里是相同的 那么下面这个就是负极 那么我们在更换这个元器件的时候 就千万不能搞错 一旦搞错 就会前功尽弃 甚至会出现爆炸的安全事故 这是相当重要的 好 喜欢的点赞收藏转发 感谢大家观看